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似乎并不是一件难以决定的事情 公元前383年 秦宪宫在即位的第二年 就做出了迁都的决定 他选择了东边的岳阳 随着新都城的修建 秦国历史上全新的王室宫殿 也就此拔地而起 这就是岳阳宫 回望历史 岳阳作为秦国都城的时间 仅有三十余年 它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都城 秦国的统治者 经营岳阳宫殿群落的时间短 岳阳宫廷的建筑本身 也很难称得上富丽奢华 那么秦宪宫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决心迁都岳阳 定都岳阳的三十余年间 岳阳宫中发生了哪些 影响秦国历史进程的事件呢 百家讲坛 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复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消失的宫殿第三部第六集 岳阳宫廷 公元前383年 这个时候秦宪宫啊 把都城就迁到了岳阳 岳阳在哪呢 在今天陕西西安市炎梁区 这个地方啊 就成为秦国又一个都城 持续三十四年之久 一直到了公元前350年 三十四年的都城 对于秦国来说 意义也很重大 因为这两代国君啊 在秦国历史上 是翻手为云覆手为语的 尤其是秦孝公 在位时期任用商鞅进行变法 对于整个中国历史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他们的政令 就从这个岳阳发出 我们说这个时间段呀 秦国的力量在上升 但是相当一个时期 秦国的力量 不是像后人认为的那么强 尤其是在商鞅变法之前 很长一个时期 人们是把秦国当作蛮夷去对待的 其中有文化的因素 当然也有政治的因素 像在秦目宫之后 好多代君主都比较暗弱 尤其是一度发生过剧烈的宫廷政变 比如说司马迁在秦本纪之中 就描绘过这么样的一段 立造捡宫出子之不宁 他说呀 秦立宫秦造宫秦捡宫秦出宫 那个时候天下都是混乱的 而这个时间段啊 他旁边又有一个强林 尤其进入到战国之后 这个强林力量就越来越强 那就是魏国 韩赵魏三家分进 魏国在三进之中最为壮盛 尤其是在魏文侯当政的时期 任用大臣吴起 李亏以及西门报进行改革 对于整个魏国历史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那个李亏做法经啊 法经一共六个部分 盗贼囚补杂具 整个影响了当时制度建设 以及法家思想 而这一套后来是被秦人学来的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传播人物 就是商鞅 当时这个商鞅就曾经描述过 秦国和魏国的关系 叫辟若人之有俯心级 他就像一个人有心腹大患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商鞅是这么讲的 魏居领恶之息 多安逸 与秦戒合 而独善山东之利 利则西亲秦 并则东守地 商鞅说这魏国 地理位置太重要了 这时候和秦国以黄河为界 如果说魏国强盛的话 就会过黄河亲秦 如果魏国疲软的话 就会和东方诸国发生战端 那我们看商鞅描绘的这段情景 恰恰是很符合战国历史的 战国历史一上来 不就是齐卫在争霸吗 咱们都知道孙殡旁娟斗志的故事 最后魏国没有斗过齐国 而这个时候他和秦国的矛盾就越来越大 当时呢 秦国的政治是很灰暗的 秦国国君秦陵公一死 他的儿子呀不能继承军位 他儿子是谁呢 就是太子师席 又有书说太子师席的名字叫连 总之就是秦陵公的太子啊 这个太子居然没有资格继承军位 谁继承了呢 是秦陵公他的叔父 也就是说太子的叔祖 这个人就是秦俭公道子 他的力量非常之强 等于发生了宫廷政变 当时师席一看大事不妙 他为了保命 索性投奔了秦国的对头 那也就是魏国 这时候魏国正赶上盖阁富强 寄居实力的历史时间段 他就目睹了魏国国君是如何图强的 咱们看就是一系列的秦国君臣 把东方的制度 尤其是法家思想带到秦国 而当时呢 这个秦国的太子师席 在魏国待了29年啊 这个时间相当之长 他最后能回到秦国 那都是上天所赐 因为这个时候秦国照样是闹了内乱 秦俭公在位时期呀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 这个秦俭公的儿子就是秦惠公 这秦惠公也照样是暗弱的 而秦惠公的儿子就是秦初公 就是司马迁说的初子 秦初公他继位的时候啊 才两岁 于是国家的大政只能尾于太后 母家掌握政权 那是很不吉祥的一件事情 所以秦国的许多贵族纷纷反对 而当时秦国有一批贵族 就想到了远在魏国的太子施袭啊 所以他们就想发动政变 迎请施袭回国 施袭一看时机成熟 于是就回到了秦国 这就是著名的秦县公 这一年是公元前385年 秦县公就把魏国看到的文化 以及政策带到了秦国 他就想改革图强 到了公元前384年 这个时候他干了第一件事 叫做只从死 当时秦木公死 有170多人从死 这是非常野蛮的恶习 在这一年被秦县公所费 应当说这是有为之君了 到了公元前383年 这个秦县公干了另外一件大事 就是喜都岳阳 咱们看这个岳阳 为什么成为这个时候 秦的都城呢 其实这个道理啊 司马迁讲得非常透彻 司马迁在《霍旨列传》之中 分析天下大事 司马迁就讲到了这个岳阳 他说岳阳北阙荣迪 东通三进 一多大谷 司马迁这话信心很多 第一条啊 他说这里交通很便利 尤其是和荣迪很近 什么荣迪啊 当时秦国有个心腹大患 叫做义渠之荣 我们看义渠之荣 是秦国的心腹大患 早晚要解决 说它东通三进 和三进 尤其是寒味的距离 是比较近的 那另外一条 他说这儿啊 多大谷 也就是富商巨谷 咱们知道商业 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之上 整个社会面貌发达 商业才可能发达 那说明这个岳阳地区 是比较富庶的 它既有经济优势 又有战略优势 近十年来 考古工作者在岳阳城遗址 先后发现三座古城 其中三号古城中 陆续勘探发掘了 许多座大型的宫殿建筑 这些宫殿规模大等极高 是秦都岳阳的核心宫殿 其中甚至有秦王和后妃专用的装饰豪华的浴室 浴室中四壁上镶嵌着精美的墙砖 地上还有地砖及排水口 可以想象 当时秦王和后妃分别在各自专用的浴室中 由太监或宫女服侍着烧水沐浴 可以这样理解 岳阳城市的建设 以及宫殿建筑的标准 影响了之后长达千年的 中国古代王朝的都城建设和建筑形势 岳阳的历史地位 也由此跃上了新的高度 这一切都和秦宪宫对岳阳的苦心经营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除了具备较好的交通和经济条件外 岳阳还有着哪些其他的优势呢 咱们看这个岳阳啊 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突出 这个司马迁记载啊 秦宪宫城岳阳 也就是说在这儿铸城 他没说把雍城就全废掉 这个跟其他千多好像还有不同 雍城的优势还照样发挥 为什么呢 雍城这是秦国近三百年的都城 有着许多历史文化资源 而且呢 这儿是秦国人灵庙所在 是礼仪重镇 咱们要是看后来的记载 这个秦王正 也就是秦始皇 他进行成人礼 还得跑到雍城 于是那儿闹出了烙矮之乱 咱们说这个就能看出雍城 它依旧作为一个政治重心存在 咱们今天能发现 瓦当之中就有岳阳 就有岳的字样 应当说和当时秦宪宫秦孝宫 有着相当的联系 咱们说岳阳是肯定有宫廷的 这个建于水晶柱等地理书 水晶柱居水柱就曾经描述啊 白渠东京万年县故城北 为岳阳渠 城即岳阳公也 咱们知道啊 汉朝有一个重要的水利设施 叫做白渠 这个白渠啊 流经岳阳城 水晶柱的作者李道元 管这一段叫岳阳渠 他说宫廷就是当时 秦宪宫督造的这个岳阳宫 并且唐朝的地理书扩地制说 秦岳阳宫在雍州岳阳县 秦宪宫所造 明确说 这就是秦宪宫所造的岳阳宫 这个著名的政治家秦孝宫 他的陵墓好像就在岳阳城边上 这个其实也不以为怪 因为往往这个都城边上 就是帝王的陵墓 比如说殷墟 就有西北港王陵区 比如说赵五国的都城邯郸 他的周围就有赵王大墓 像这样的现象啊 历史上很多 秦孝宫死了之后 他的陵墓就在岳阳周围 水晶柱是这么讲 白渠又东经秦孝宫领北 白渠是汉朝的水利枢纽 他流经秦孝宫的领寝的北边 所以我们看 这里的确是一个政治文化重镇 不仅说战国时 秦国人重视他 就是后代也重视他 咱们知道楚汉相争 项羽曾经打败了张寒 把张寒董义司马新 封为异姓王 其中司马新就封为赛王 而他的都就在岳阳 更重要的是 刘邦一度也定都在岳阳啊 咱们要知道啊 项羽一把大火 咸阳宫殿化为瓦砾 这个时候刘邦没地待啊 去哪呢 岳阳还能待 当时就有一个人 跟刘邦这么策划 这个人叫做楼敬 当时啊 楼敬就告诉刘邦 如果说您定都于关中的话 东方战乱 您可以寒谷关一关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您还是您 这么好的地理位置 你干嘛不用呢 刘邦一听有道理啊 但是刘邦一琢磨 我不是关中人 我是楚国人 我是沛县人 而我手下的人也都不是关中人 我们都是东方人 我们跑关中干嘛去啊 所以他就不同意 谁起了关键作用 张良 张良的确是一个重臣 对刘邦有左右的作用 在张良的游说之下 刘邦定都于关中 这个时候关中定都于哪呢 应当就是在岳阳 为什么呢 因为司马迁在史记肖像国世家中 就曾经这么记载 他说当时啊 这个刘邦在前线和项羽 和其他诸侯打仗 而萧和坐镇关中 他这么说 隔走关中 是太子 至岳阳 我镇守着关中 服侍着太子 那么我们的都城就在岳阳 这是你的大后方 我们能给您前线 源源不断提供补给 所以刘邦最后才能胜出啊 那这里司马迁 这三句话中 关中很明显 他的都城就是岳阳 当时刘邦都于岳阳 并且刘邦的老父亲刘太公 也在岳阳死的 可见这岳阳相当的一个时期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秦宪宫啊 洗都岳阳之后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迁都岳阳之前 他就曾经只从死 之后呢 他就加大了改革的力度 比如说他在公元前378年 出行为市 也就是说确立了市场 这个时候 他整个经济在走上坡路 才可能有商品经济的活跃 而国家要掌控着经济 一方面呀 控制富商巨股 不能影响农业 另外一方面 国家又要扶植官商 给自己创收 到公元前375年 他干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维护籍相武 这是编制户籍了 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史上 都是很值得记的一笔 维护籍相武的意思是 国家编制户籍 把每一个人丁编写在册 国家给你土地 你种了地 就要扶摇一纳赴税 进而国家有了财源 有了摇曳的来源 它不仅说是国家的税收保障 也是一种治安管理的途径 对于中国行政规划 意义是很重大的 咱们看啊 这一系列的行为 体现在战争上 是有所反映的 因为这个制度就是后盾嘛 当时就和魏国打了许多仗 比如说秦国和魏国 打了一场恶仗叫少梁之战 少梁在哪儿就在今天陕西寒城 这一场仗秦国打得很漂亮 俘虏了魏将功输错 咱们要是看大秦帝国这个电视剧 一上来就是这个少梁之战啊 当时秦宪公俘虏了魏将功输错 没把他斩杀 而是把他放了回去 这个功输错就是那个扶植商鞅的人 这个时候秦国打了大胜仗 应当说是势如破竹 没想到发生了大事 怎么呢 秦宪公死了 出师未结身先死啊 于是就把重担给了他的儿子 就是历史上的秦孝公 这个秦孝公刚一继位 就颁布了朱的求贤令 宾客群臣又能出奇迹强秦者 无且尊贯与之分土 说宾客群臣啊 谁能给我出好主意 让秦国壮盛 你要多大官 我给多大官 要多少才艺 我给你多少才艺 当时他下了决心 在这个令的鼓励之下 就来了一个人 谁呀 那就是大政治家商鞅 在岳阳古城遗址的考古现场 有这样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秦汉岳阳都 商鞅变法地 虽然岳阳作为秦国都城的时间不长 但就是在岳阳宫中 秦国的执政者开始了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商鞅变法 众所周知 历代变法改革的推行过程中 都一定伴随着不同观点之间 针锋相对的争论和较量 商鞅开启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其中就曾经在岳阳宫里发生过一场关乎变法命运的关键性辩论 在这场辩论上 商鞅会采用怎样的方法回击反对派 在岳阳宫中还发生了哪些和变法有关的事件呢 大政治家商鞅 一度他当了刚才讲过的公书措的门客 这个公书措就曾经向魏王举荐过商鞅 结果魏惠王不买账 你这哪来这么一位啊 然后他跟魏惠王说 你不用商鞅你把他杀了 你千万别留着他 这个时候他就告诉商鞅 说你赶紧跑吧 我已经对魏王这么说了 商鞅乐了 说他不听你用我的话 也不会听你杀我的话 果不其然 后来这个商鞅辗转就来到了秦国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求贤令 他找到了一个关键的人 这个人是个太监 叫做井坚 在井坚的影响下 建秦孝宫 我们看啊 当时列国 李贤下世是一个风尚 许多有谋略有学问的人 都豁迈帝王之家 出入宫廷 这商鞅就是其中一份子 当然我们说商鞅是成功人士 拍死在沙滩上的人 大有人在有 这时候商鞅见秦孝宫 也不是那么顺畅 人生就不是那么顺畅 见秦孝宫啊 他给秦孝宫哒哒哒哒讲了半天 没想到秦孝宫奄奄欲睡 等走后 秦孝宫就骂这个太监井坚 你给我找这什么人啊 大言不惭 胡说八道 他大忽悠吧 于是这个警监就骂商鞅 商鞅说了 我给君上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地道 是如何成为姚顺圣君 这地道是什么 地道指的就是当时 道家无为而至的思想 当然这个时候 急于称狼称霸的秦孝宫不听了 于是他央告警监 警监又面见秦孝宫 给了他第二回机会 这商鞅也比较幸运 这秦孝宫也比较有耐心 要割别人早烦了 这个时候 他面对秦孝宫游睡 虽然秦孝宫没睡着 但是也不大满意 这时候秦孝宫批评警监 警监又批评商鞅 商鞅说呀 我对军上游睡的 是儒家的王道 是想让军上学习 姚顺与汤 文武周公 如何治国理政的 但是军王恐怕也不喜欢 等第三次召见商鞅的时候 商鞅的话 触动了秦孝宫 秦孝宫就跟警监说 商鞅这人不错 我才发现再让他见我一回吧 于是又一次见面 话匣子就打开了 喋喋不休 而且这个秦孝宫听得很殆劲 甚至都离开了自己的席 古人是席地而坐 也就是跪坐 他离开自己的位子完全不知道 跟商鞅在昏谈 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这个时候 警监在事后就问商鞅 您到底对军上说了什么 他这么兴奋 商鞅就说 这回我说的是法家的霸道 霸道是让君王称王称霸的 于是商鞅就感慨呀 他说呀 这个秦孝宫对自己感慨过 说那个地道 那个王道啊 对他来说远水不解尽渴 这个话是这么说的 久远无不能待 且贤君者各籍其身 显明天下 安能异役待数十百年 已成帝王乎 这个意思是说呀 你说的那东西是好 无为而至啊 儒家圣君啊 我没否认你 但是我活着的时间段 是很短暂的 人家列国君主 都不是等贤之辈 这个兼并战争已经白热化 你让我这儿悠哉悠哉 等十年乃至百年 我成为贤君圣主 我等不来呀 富国强兵 就是他最需要的东西 而在这样的思想之下 商鞅受到了重用 商鞅奖励军功啊 这个时候 秦国的贵族 如果没有军功 也就是战场上的功勋 你就不可能 列入宗室名吉 那给一堆悠哉悠哉的贵族 就敲响了警钟 你不可能再吃香喝辣了 你得为国效命 商鞅这一套 是从社会根源上进行的 关键是这一套肯定会遇到反对派 我们看 这些个辩论 很庆幸保留在文献之中 这场辩论就发生在岳阳的宫廷中 反对派以干龙 杜志等人为代表 改革派就以商鞅为代表 当时商鞅就给秦孝公鼓进 他跟秦孝公讲了这么样的话 叫一行无成 一事无功 如果您优柔寡断的话 甭管是个人处事 还是国家理政 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当时呢 他就告诉秦孝公 法者所以爱民也 理者所以辩事也 这个理法呀 它本身不是目的 目的在于什么 它在于对老百姓好 它在于便于形势 能够政令上传下达 所以您就应该 不拘一格进行改革 当时干龙为首的反对派 提出异议 他讲啊 说圣人不一民而教 智者不变法而治 圣人不改变老百姓的习俗 天下才能悠哉悠哉 聪明的人不变法 天下才会大智 这样的话 何乐不为呢 你变法多累啊 商鞅说不能这么讲吧 他说 智者做法 而愚者智言 贤者更理 而不孝者拘言 聪明的人 也就是在上位的统治者制定的法令 而这些法令 不聪慧的人会拘泥 实骨不化 那是不可救药的 而贤者请改革 不贤的人才会拘泥于政令啊 而干龙等反对派又说 法骨不过 寻理无邪 也就是说 按着老法子 老张承办事 就不会捅娄子 不会闹出事来 但是 这种消极的言论 现在叫做佛系言论 商鞅不以为意 商鞅说 前世不同教 何故之法 帝王不相赋 何理之寻呢 姚舜与三王 夏商周三代 他们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礼法也不一样 所以你说 殷寻什么 而姚舜与汤这些帝王 本身就不是一个谱系 那你让这些人 怎么可能有太多的成习 进而商鞅坐以概括 他说 三代不同礼而望 五霸不同法而罢 夏商周三代 正是因为改革 才能够有他的文化特色 最后称王 春秋五霸 正是因为有不同的规矩 因地制宜 到哪个庙念什么经 所以他们才能够 有他们的基业 进而他说 治事不一道 变国不必法国 统治天下 不应当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因为无定法 然后对国家有利的话 也不必事事发骨啊 我们看啊 这个历史就有变的一面 有不变的一面 不变的一面 就是殷寻的一面 变的一面 就是改革的一面 这就是辩证相生 而商鞅看到的是变的一面 刚容杜智等反对派 看到的就是殷寻的一面 哪个队呢 其实咱们客观地说 都有历史合理性 可是放置在战国中期 这个社会巨变期的话 那肯定商鞅合理性要大 所以商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他的一系列法令啊 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 通过商鞅的改革 奖励军功 发展生产 使得一堆新兴的贵族出现了 这些人立有军功 或者能够服务于帝王之家 他不属于原先贵族的血缘集团 他成为社会的源头活水啊 迁都岳阳之后 秦国两代君王相继开展的变法运动 给秦国落后的社会制度 带去了诸多改变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行过程中 秦国逐渐强盛 君主权力更加集中 秦都岳阳宫殿 也随之呈现出了庞大的规模和格局 变法改革 不仅让秦国的政治经济生态 焕然一新 还让这座年轻的秦国都城 到处呈现出一派 欣欣向荣的气象 那么 这些变法改革 究竟给岳阳的城市建设 带去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傅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消失的宫殿 第三部第六集 岳阳宫廷 我们看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非常之大 它是从旧到新的一个转折点 它否定了原先的贵族制度 血缘制度 建立的就是军功地主的官僚制度 建立的是后代王朝的集权制度 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积极的推动 商鞅改革之后 兵阁大强 诸侯畏惧呀 到了公元前352年 商鞅被封为大梁造 到了公元前343年 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侯伯 我们看秦国的力量在异军突起 商鞅应当说绝功至伟呀 那么这个岳阳啊 就是一系列大政方针发布的地方 今天咱们再看这个岳阳城 这个岳阳故城遗址考古资料 咱们就会体会到其中许多细节 岳阳城啊 和后代的咸阳比 没有太多交涉淫逸的宫殿院用 这个岳阳城啊 它主体建筑宫殿区是非常明显的 不仅如此 它有它的室也有它的作法 这里考古资料就和文献记载相吻合 大家都知道一个重要的故事 叫做商鞅立墓为信 说这个商鞅啊 令记句为不恐民之不信 即乃立三丈之墓于国都市南门 牧民有能喜至北门者 与石金 当时啊商鞅为了取信于民 他就在国都南门 放了一个高高的木头 告诉臣民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 赏给石金 这是重赏了 所以有人就领得石金 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 但是咱们通过这个故事能分析出 这儿有市 而且还有南门 有北门 这都是在岳阳啊 有门的话 说明市就有围墙 国家要严格的管控这个市 后来咱们看 长安的市 以及洛阳的市 相当一个历史时期 都是有围墙的 那这样的做法 能上诉到岳阳城呢 乃至更早 这里啊 咱们就得联系 当时啊 这个秦宪公不是下令出行为市吗 这个出行为市 就是国家要发展商业 但是我们说 这个发展商业不是发展私商 国家打击的是私商 怕一堆老百姓成为贩夫走卒 影响农业生产 农业生产影响国家福福收入 影响前线将士的性命 所以要稳住农民 他要发展的其实是官商 是为官府服务的 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这个市可能就是官商的市 咱们今天看 先秦的商业就有很大是奢侈品贸易 是为大贵族去服务的 除了这个市之外 还有一系列作坊 这个作坊啊 考古资料就比较多了 不仅发现了作坊的遗址 而且咱们要是看后来的许多秦国的兵器名文 上面就提到了岳阳宫 岳阳宫室 这样的字要 说明岳阳就有兵器制造的车间呢 当时有一种制度 吕氏春秋曾经讲过 叫做物乐功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制造的兵器啊 事关前线的胜败 一定得把每一级的制造者 都造者都写在上面 出了问题就找他 这叫责任盗人 当时叫物乐功名 咱们今天看这个兵器 就有四级 第一级是相邦 第二级是公师 第三级是成 第四级是匠人 相邦就是相国了 后来避讳刘邦的会叫相国 咱们就发现相邦 吕布韦这样的字样 吕布韦是秦之相国呀 他等于直接管理 各个兵器制造车间 而其中的公师 相当于兵器制造厂的厂长 而下边就是成 相当于每个车间的主任 最后是匠人 积极负责呀 秦之所以战斗力强 是表现在方方面面的 咱们看岳阳不仅说 有发达的手工业 也应当有发达的农业 在云梦睡虎地逐舰之中 有一篇叫做仓绿 其中就曾经提到过 万旦为一机 当然有学者说这些万石 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一般来说放到粮仓里头 一万旦就放在一个仓库之中 叫做积 积累的积 而一般县都是万旦一机 到了岳阳这儿 二万旦一机 到咸阳这儿 十万旦一机呀 可见当时这个岳阳 仅次于咸阳的发展水准呢 从秦宪宫到秦孝宫 是他自强崛起的历史时间段 而岳阳城 岳阳宫廷就是非常明显的见证 好 今天我们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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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